很多人都有長期便秘的煩惱 有人會選擇吃一些新辣的食物 包括咖喱和辣椒等等 新辣的食物有一點刺激腸胃、魚動的作用 有一個輻射或者輕射的作用 也有人吃一些比較高纖的食材 包括桌上的四角豆 它的纖維一點也不少 如果短時間內食用很多 就會有一個輻射的效果 不過我認為長期依賴這些輕射的食物 達到舒緩便秘的效果 就沒辦法有效地建立一個健康的微生態 反而會令我們這個便秘的情況 會持續下去 我認為比較實際的方法 都是在飲食裡增加一些高纖的食材 包括了就像我們這些高纖米飯 慢慢建立一個長度健康的微生態 這樣就可以預防慢性的便秘 開送吃飯 Leslie, 今天你做這個 酸甜咖哩四角豆蒼魚 四角豆, 我聽得多四角豆是什麼 是不是?永浩, 四角豆比較少吃 不過蒼魚應該這段時間經常會看到 是 解釋四角豆之前 我要先處理蒼魚 好 這個蒼魚, 我們首先要把鹽醃一醃 買回來的時候都是急凍冷藏的 我們最好就是把它抹乾水 吸乾水之後, 除了鹽之外 也可以加一些胡椒粉 我記得這隻魚的味道 尤其是解凍之後很腥 是不是?蒼魚也有很多 有些就是我們說黃立蒼 現在有很多所謂的鷹瘡、白瘡、灰瘡 新鮮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新鮮其實會令它的鮮味 和食用的價值可以提升 我們在這邊, 雖然是煎 但是我們也可以上一上粉 雖然是說, 油份比較多 想煎出來, 兩邊煎空的效果比較好 我們也可以加一點生粉 在這邊, 我們就要加一點油 我們先煎一煎蒼魚 好, 加些湯好 加湯筋鬆一點 永浩, 麻煩你 我們在這邊, 讓它的油份躺開 我們就把這個魚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 我們就不需要怎樣移動 是嗎? 油去煎嗎? 對, 油去煎 對, 讓它受熱之後 定型我們才再把它翻 永浩, 麻煩你, 幫我加多一點油 讓它煎得比較均勻 是不是這裡? 對, 前後也加一點 既然你問到我什麼叫四角豆呢 我也想知道有什麼營養價值 先看看樣子 叫四角豆, 即是有四隻角 奇形怪狀 很古怪 對, 旁邊的 其實樣子不算認真討好 但它也是屬於一種很高纖的食材 特別是它的粒豆 它真的有粒豆在裡面? 對, 等於我們平日吃的四季豆 白豆, 豆角, 它真的有粒豆 但一切下去, 大家不太會覺得 那是切秋皮 像菜一樣 它真的是一條豆 對, 有爐腾 真的比較少吃這個 比較少吃的 例如東南亞或大國食材的地方 都可以買得到 它像仙人獎, 混合秋皮的混種 對 其實你看到我不用切它 它是非常爽脆的 對, 你撕也行 可以生吃嗎? 生吃我真的沒試過 幸好你甘物差點放在口裡 你說可以的話 就跟其他豆類一樣 你可以出水, 冰鎮的話 你說點一些芥末, 豉油 可以, 或者在這裡 我們事先預備了一大鍋的水 我們先讓它先出水 因為始終它是一些豆 有一點豆青的味道 它是否很濃厚 一點也不濃厚 而且它是處於一種非常脆嫩的質感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不需要切 其實只需要把它… 撕就行了 對, 把它壓住就行了 這邊的魚, 我們也要看一看 讓大家看一看 知道是… 金黃了 非常漂亮 對 我們可以翻一下 不過你不是說… 是 讓鮮魚煎一下, 會比較少腥 少腥, 通常煎到什麼時候就熟 或者是好, 就讓它沒有聲音 對, 沒聲音的時候 水分光, 沒聲音, 沒聲音 也有聲音 聽得懂, 聽得懂 它很厲害 我買的食材都是新鮮的, 大王 對, 不會腥 在這裡, 我們不要貪心 你想吃爽脆的話 在這裡差不多可以把它撈起來 在這裡, 非常清脆 冰鎮 對, 我們把四角豆放進冰水 目的是什麼呢? 鎖住它現在新鮮的程度 不想它繼續煮, 煮得不脆 就淋了, 不太好 在這裡, 我們慢慢冰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處理其他的食材 永浩, 我們要預備鑊 好 很多醬汁, Leslie 是嗎? 我們說得酸甜的咖喱 當然是有咖喱的食材 也有酸甜的成分 我們換一換過來 我們繼續煎魚的時候 我們就要煮醬汁 在這邊, 我們要燒熱鑊 這次不能燒太熱 通常我們燒熱鑊 讓食材不要黏底 但現在我們可以馬上加一點 冰的油 好 目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炒什麼呢? 這個食材比較怕很高溫 除了乾蔥… 冷油落鑊 對, 乾蔥我們先放進去 還有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紅色的紅咖喱糕 但是在這裡, 我們要用鑊鏟養開 為什麼呢? 因為咖喱本身 裡面也有很多蔬菜的成分 對, 或者有少量的糖分 比較容易燒焦 所以我們在這裡 不要讓它太大火 一開始放進去熱油的話 就怕它會燒焦 咖喱糕裡面也有很多不同 例如說一些香茅 又或者是乾蔥, 有辣椒 對, 也有其他不同的香料 我們首先加一點上湯 我們有水分開始就可以說話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水分不怕它會燒焦 在這邊你可以預先放蝦 我想讓湯比較鮮甜 為什麼你選擇這隻蝦呢? 對, 蝦的樣子很特別 對, 因為它夠小 其實我特地選擇赤米 剛好被它撞到, 應該被我撞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些蝦不是經常給你在街市 讓你去賣 同時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想它不要太大隻 要不然我們放在鯧魚旁邊 變成蝦就圈奔奪煮了 是的 現在我們在這裡滾一滾 這個湯已經很甜了 這麼快甜味全都出現 是嗎? 甜的東西從哪裡來呢? 有些甜的東西在我手上 我這個是什麼呢? 我這個是甜的 有一點點是比較黏性高的 很血腥 怎麼那麼甜蜜糖? 它是中濾糖 對, 本身的黏度比較高一點 我們就放下去, 讓它慢慢溶化 它也是挺甜的一種糖 所以我們有它的拍檔 這個拍檔,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平日, 它不是這個樣子 你是不是算是… 我知道是宣揮子的朋友 對, 它是羅望子的醬 因為避免說它的樣子不好看 羅望子本身也是一條豆 樣子也不是特別討好 但是我們有一些已經把它提取了 有一個酸性就是羅望子的醬 在裡面來 現在就變成像茄汁一樣 好像那個殺傷力比較低一點 弱得低一點 對, 因為看起來好像不覺得很辣 很辣 這個魚, 我們已經煎得很固定 我調小一點火 在這裡, 我就讓它吸一下 一點咖喱的味道 是 有蝦的甜味, 蝦湯 再加上什麼東西呢? 最後要放高纖的食材 就是四角豆 四角豆… 我們先把四角豆圍邊, 放進去 四角豆現在這一刻還是什麼呢? 脆的 爽的 對, 就在這邊 我們要加上什麼呢? 煮咖喱, 不可以說是很辣 雖然這個紅咖喱 我們沒有爆得很厲害 剛才覺得是否辣 聞到它的辣味道 不算很辣 一開始有, 但你再加材料之後 慢慢它的香氣味道開始變成 我覺得整個菜, 基本上 所謂的酸甜的紅咖喱 其實一點也不算很辣 它加得這麼少, 當然不辣 再加上什麼呢? 再加上我們這裡 有一個低脂的椰汁 對, 在這裡 我們的顏色也很漂亮 味道也配合整個東南亞的特色 在這裡後上, 看看個人喜好 有些人覺得… 對, 我想吃酸微微 有些酸甜一點 我們加上一些青檸汁 不要再加核進去 否則咬下去就很濃 就像三棵青檸薯 是嗎?真的會有這種事發生, 永好 在這裡看到咖喱汁 看上去也很漂亮 淋在魚上 顏色也非常醒悔 煮到這裡, 咖喱汁已經差不多好了 最後, 東南亞的菜式一定是加魚露 對 不過你覺得如果已經足夠的鮮味 或者太鹹 我在這裡加一點生抽提鮮 在這裡加幾滴 做一個調和 因為我們裡面有酸甜 也有海鮮的鮮味在裡面 在這邊就麻煩你了 Jannah, 我們把魚鋪在底部 對, 讓大家看看 我們煎得很漂亮的蒼魚 炆到剛剛好, 吸到汁 但是也不會完全是魚肉散開 大家可以用來配一些高纖米飯 說回我們的原意 就是大家也期望吃一些高纖蔬菜 但是一下子你吃太多 或者太過新辣的食物 我們也是怕會有一個輕舍的情況 不是每個人的腸胃都可以接受到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要配搭 對, 可能配搭一些米飯 又或者可能粉麵 在這方面也是非常適合的 好, 在這裡讓大家看到 我們這個菜式 非常醒胃, 顏色各樣的東西 也是非常配搭的 我們有這個酸甜咖喱四角豆蒼魚 比如說, 只要配搭多了 這部分放在這裡 好, 只要配搭多了 天洋眠 還有,那一聲 如果說, 一定要粉碶 也不用保渡 下ân, 待會兒 電台 就行嗎? 感谢观看